喜欢吃青菜包吗? 怎么样才能让菜包子翠绿不发黄? 跟着我来做 今年的小白菜已经出来了 我要说它叫小白菜,你们肯定又要反驳我 但是从小到大,我的认知里面它就是叫小白菜 塞过开水,加点食用油,下入小白菜 加点油可以使小白菜更加的翠绿 只要一变软,立马就捞出来 这样也可以防止它发黄 捞出来,立马放进凉顺里面 也是防止发黄的关键 提前泡发好的香菇,清洗干净,挤干水分 先切细丝,然后再切碎丁 切好之后先放到盘子里面 锅里放点油,加入一点猪油 然后下入香菇丁,翻炒一下 把香菇丁里面的香味给炒出来 倒出来,放凉备用 我们再把青菜里面的水给挤干 挤好之后放在案板上面,切碎 切好之后放进盘子里面 加入放凉的香菇,一定要放凉再加进来 热的时候容易烫发黄 先用筷子拌一下 这样可以用油封出菜里面的水分 防止等一下包子的时候出水 再加一点小苏打 小苏打也可以防止发黄 再加入一点食盐 菜包子千万不要加太多盐 然后再加一点鸡精 加一点味精 最后加一点白糖 搅拌混合均匀,鲜料就调好了 300克的普通面粉加入3克的酵母 加入一小勺的白糖,一小勺的猪油 用150克的清水和面 边刀边搅,搅成絮状,然后下手揉面 在盆子里面先揉成团 移到案板上面,用手掌的力度来回揉搓 5分钟左右 把面团揉至光滑细腻 然后再整理一下,搓成长条 搓好的长条,再均分成小剂子 案板上面撒一点干面粉 把剂子切面朝上按扁 然后擀成中间厚边缘薄的包子皮 打上满满的馅料,就可以开始包包子了 包包子的时候,大拇指和狮子 不停地往前面打折 另外一个大拇指帮忙整理一下馅料 打满一整圈 然后再把狮子放在里面整理一下 这样一个菜包子就包好了 包好的包子放进蒸笼里面 盖上盖子发酵 现在的气温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发酵好之后摸一下,变得非常的松软 拿在手上是轻飘飘的 并且看起来明显的又蒸大 水开之后上笼 大火蒸13分钟,关火焖一分钟 开盖 不要蒸太久,也不要焖太久 也容易发黄 我们这样做出来的菜包子 才会每一个都翠绿不发黄 就算你放一天,它也不会变色 这个关键点你记住了吗? 喜欢的朋友点个赞收藏起来以后 试着做一下 感谢观看,我是艾瑞,拜拜